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经常举行游行示威和抗议活动的地方 那么今天是分析交加 有人倡议 为了特鲁多关于穆斯林女孩的不识反言 而轻率表态举行抗议活动 我们老早来到这里 当时我们看到 大广场里面 空无一人 仅仅在左侧的一角 有一群我们的华人在举行抗议活动 人数可能不多 也就那么二三十人 我们要为这一群勇敢者点赞 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 走到一起来 我们知道 我们每个人的权益 要靠自己维护 当然 我们需要外界的客观世界 的声援和支持 如果自己的权益 都不能积极主动的去维护 那么谁还有这种动力 来维护你的这个权利的 温哥华 大温地区 华人已经有几百万 列治文地区的华人 据说上列治文的人口总数的 百分之五十左右 这么多华人 哪怕有那么百分之一的 这个感动 为了加拿大的这个传统价值 为了华人的这个 为了亚裔的这个利益 这个权益不受侵犯 能够站出来 那将是一个多么 这个宏大的力量 但是我们看到 就这么多个勇士 不多 那些所谓的华人政治家 跑哪去的 那些律师 跑哪去的 那些华人的政客 跑哪去的 那些各种社团的这个侨领 口口声声的要维护华人的这个权益 他们又跑哪去 还有挺过后援会的 很激烈 很激烈 在这种时候 你们又跑哪里去了 好了 我周边的人 也就剩下我一个了 我是个什么人 我是个被中国政府出名的人 对中国人的这种缺弱 和缺少智慧 我是深有体会的 如果在国内 去护予 中共的淫威 或许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现在已经到了国外了 你们还有什么好恐惧的 为什么不能站出来 却让我这样一个被中共政府出名的人站出来 自从被中共出名以后 我也不把自己当作中国人看了 我的收入比你们任何人都低 我两年基本上没工资 我的地位也比你们低 我是干着最艰苦的这个活 最劳累的活 你们去哪里了 我想问问你们去哪里了 我要告诉大家 如果对我们华人自己都没办法 维护自己的权益 那么还有谁能够来帮助你呢 上帝伸出一只手来救你们 如果你把这个伸出自己的手的勇气 跟上帝连在一起的勇气都没有 那么你那种悲惨处境 还有谁能够可怜你们呢 所以你不要怪我 我虽然生长在中国 但是我现在根本不认同我自己是个中国人 很多人问起我的老家 我告诉他们 我就是鲜卑人不是中国人 鲜卑的民族是游牧民族 这是我的祖先的这个身份 我想用这话刺激你们 觉醒起来吧 中国人为了自己的权益 为了加拿大的价值 觉醒起来 如果这些话都没办法刺激你们 触动你们 那么我也没办法 他们再诧《非训重者》 referred并否刺激的人 感谢观看